富有的五大家族,新赌王吕赤河排第五 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之一 所以这里的经济发达也是富人聚集最多的地方之一 上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香港最富有的五大家族排名吧 第五名,吕赤河家族 旗下主要公司,加华国际集团,银河娱乐集团,士德福国际酒店集团,加华建材 吕赤河家族是香港最富有的五大家族之一 吕赤河家族控制着加华集团 加华集团是一个多元化投资集团 旗下包括了矿业、博彩、房地产、金融行业 要知道,吕赤河家族的财富一直都是排名香港富豪前列的 目前,吕赤河家族的产业更是遍布全球各地 就算是在世界也是非常富有的 第四名,郭氏家族,旗下主要公司,新鸿基地产 各式家族的主要产业就是新鸿基地产 主要就是地产开发和投资项目 这几年,新鸿基地产开始大举进入国内市场 同时还涉及酒店、物流、金融等业务 无论是规模还是盈利能力都是一流的 第三名,郑玉鹏家族 旗下主要公司,新世界地产 周大福珠宝,瑰丽酒店,新世界百货,新创建集团 佐丹鲁,澳门娱乐集团 郑玉鹏家族一直都是亚洲富豪排行榜的权利 要知道,郑玉鹏家族旗下产业众多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珠宝品牌周大福 就算是在内地,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周大福的珠宝 所以对郑玉鹏家族来说,赚钱还是非常轻松的 同时还是70年代香港四大家族之一 第二名,李兆基家族 旗下主要公司,横基地产 中华煤气,港华燃气,美丽华酒店 香港小轮,横基发展 李兆基家族是香港著名的地产大亨 大名鼎鼎的横基地产就是李兆基家族的产业 李兆基家族同时也是香港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一 个人财富超过了300亿美金 整个家族资产更是惊人 第一名,李嘉诚家族 旗下主要公司 长江实业集团 长江基建 合计黄埔 电能实业 长江生命科技 合计电讯 合计港路 TOM集团 世界顶级隐形富豪家族之一 李嘉诚家族 是香港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要知道 李嘉诚常年亚洲首富多年 而这些只是账面的资产 像李嘉诚家族这样的老牌富豪 隐形资产更是庞大 最近李嘉诚家族的投资重点从内地转向欧洲 尤其是英国地区 更是成为了